113年第二次卫政及摄政首长联系会议在澎湖隆重举行 由卫生福利部部长邱太元领军及三位次长 各县市政府卫生局和摄政局首长 近80人齐聚 仓访果业园区南辽及湖西社区关怀据点推动成果 也针对卫生与社会政策进行深入讨论与交流 为建构健康台湾的未来而努力 在仓访行程中 首长们深入了解澎湖县果业健康园区 这是离岛首座心理卫生中心 融合了日间照顾、关怀据点与复健医疗 并创新导入智慧健康、技能居家防碟等科技服务 展现卫政与摄政的成功结合 这样的典范项目 有效提升了社区健康服务的量能与效能 同时也促进了闲置校舍的活化再生 在试试的话 可能是我们说赶上去电查 或者是凌晨10号早醒 或者是我们说的最底层的状况 等民众都会我们试试试试观看的 可以在宣试试试试观看的 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休息的时候 可以平常已经在休息时 回到的时候做轻轻的读管 在他的耳机的话 会持续播放50分钟的音乐 再来感受一下音乐 其中特别的是首创新鲸甘阿点 和脑动力舒压小站的推广 这两项亮点获得参与者的高度兴趣 新鲸甘阿点设置在社区点 提供民众轻松的心理支持与咨询服务 模仿传统甘阿点的方式 让大家能在无压环境中获得心灵的抚慰 而动脑力舒压小站则透过简单的冥想与放松训练 帮助民众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舒缓压力 共同实现心理健康是普世人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也获得中央多项评鉴的高度肯定 透过在地文化与社区照顾模式的结合 这些据点成为长者的第二个家 为社区中的老人提供了优质的照护服务 会议中由卫生局长陈淑娟 和社会处长周伯雅进行专题报告 介绍澎湖在卫生健康与社会福利方面的未来发展蓝图 这次会议的举行 不仅促进了各县市之间的互动与经验交流 也让大家更深入了解澎湖的健康服务与社会关怀 为未来共同推动健康台湾幸福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王海龙报道